如今,中年危机,的字眼在我们朋友圈肆意纵横,七时候开始恐慌,八时候开始焦虑,九时候也开始担忧起来。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来聊中年危机的,相反,我们来谈一谈人生逆袭的机会。 可曾记得,周齐天王,周金涛在世时曾说过。 40岁以上的人,人生第一次机会在2008年,如果那时候买股票、房子,你的人生是很成功的。 2008年之前的,上一次人生机会1999年,40岁的人抓住那次机会的人不多,所以2008年是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在2019年,最后一次在2030年附近,能够抓住一次你就能够成为中产阶级。 1985年之后出生,现在30岁以下的人,第一次人生机会只能在2019年出现。 所以现在25岁到30岁的人,未来的5年,只能好好工作。 因为买房什么都不行,这个就是由人生的财富命运所决定的。 周金涛还曾预言,股市的机会将出现在2018、2020年之间,2018年将会是中期的低点,但关键还是要看2017年创业版调整的深度,挖坑越大2018年机会越大。 而机会在股市的观点并不孤单,大佬们也纷纷看好明年的股市。 人则平方镇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联席所长未来半年、一年,A股会走出结构性的牛市。 港股已经走出了牛市,A股的结构性牛市是可以期待的。 2017年四季度负2018年初经济O型,需求侧偏评略有下降,但受坚决严格的供给侧改革、环保督查等制约,新增产能难以释放,供求缺口有助于价格持续保持在相对高位区间,企业盈利持续时间超预期,将提升相关行业的估值。 随着部分行业集中度提升,盈利持续时间超预期,周期属性下降,公用事业属性上升,提升估值水平。 我们维持战略看多股市结构性牛市周期消费金融轮动。 经济空头错在哪? 2017年11月6日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股票市场已转入牛市,至少是大级别的反弹。 关于经济形势,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讨论,一是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底部是否已经可以确认。 二是股票市场是否已经转入牛市,至少是大级别的反弹。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都是肯定的。 旧文重发,关于经济周期的一些看法,2017年11月9日。 贵号名声万红元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市场研究总监。 慢牛格局不变后市震荡上行就A股目前的状况来说,最适合的是走慢牛行情。 事实上,A股在慢牛的轨道上也运行了一段时间。 从冲击3200点、3300点的过程来看,都是进二退一、进三退二地震荡上行。 这种和缓的上行节奏,以前确实未曾出现过,但在如今经济处于L形态势,股市扩容与规范并举的大背景下,稳定运行就成为最自然的选择。 贵号名,慢牛格局不变后市震荡上行,2017年10月11日。 巡域跟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市场仍可谓,保持积极。 2016年1月底上震宗指2638点时提出熊市结束,中期步入震荡市,盈利增长推动震荡中枢抬升,这个大格局目前未变。 未来半年是对宏观经济平稳,围观盈利向上这一趋势的确认期,我们判断,以5年10月年的中期视角看企业盈利,2010年11月年开始的下行周期在2016年中已经结束,过去一年逐步走出了圆湖底。 未来几年是整体向上的周期,这个判断需要数据进一步验证,这是中期市场趋势的核心变量,震荡市最终演绎前景取决于此。 新时代的股市,经济平盈利上,2017年10月22日。 王汉丰中金公司分析师,董事总经理A股指数有望在2018年年底前实现双位数收益。 2018年将是中国增长在2016年触底,在2017年,峰回路转,之后,成势而上,的一年,增长持续性确认及系统性风险下降将使得中国成为中长线投资机会的温床,支持中国资产继续重估。 新老经济结构转换人在推进,城镇化深化,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产业整合三大产业趋势越发明显。 我们认为A股指数有望在2018年年底前实现双位数收益。 中金2018年A股展望,成势而上,两条主线,顺势而为,2017年10月30日。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A股将走出慢牛走势。 现在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楼市在调控,债市在调整,而股市现在是刚从底部慢慢启动,所以现在股市对于资金来说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从全球来看,全球的主要资本市场都已经启动牛市,而牛市启动的顺序每轮都是一样的,就是从美股看到欧股,从欧股看到港股,最后到A股。 现在美股已经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港股现在也接近历史新高,下一步就是轮到了A股,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国内的资本市场要逐步的恢复信心。 杨德龙,白龙马股带领大盘走出慢牛,2017年10月29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德龙马股带领大盘走出慢牛,先看到O股, unlimited牛,小费,非常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